为了击败夺取龙脉的熊霸 无名决定帮助布金云突破境界 将剑道感悟倾囊相授 布金云本就是万里挑一的练武奇才 在剑道上的天赋更是独树一帜 他总共身怀四套剑法 分别是霍家庄的霍家剑法 剑圣所创的圣灵剑法 无名所创的莫名剑法 以及剑宗的无上绝学万剑归宗 在无名的悉心指导下 布金云将四种剑法融会贯通 创出了一套全新的剑法 并且他剑道上的造诣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这个境界被无名称之为境 在境境界 立经不是剑和自己 你是人剑之外的第三者 于是更能够静观其道的乌鸦 更上巅峰 布金云在无名的指点下突破 当即丹西跪下称无名为师父 无名毫不吝啬夸奖布金云 他在短时间内达到了七七会一 悟出了一套全新的剑道 这种修为是与无形剑气完全相对的最新境界 这种境界似有若无 在有有无无虚幻之间 而无名这一生所遇见的人中 能够达到剑道以外境界的 就只有剑圣的剑23 可由于剑圣达到这个境界时 已经到了游进灯窟的地步 所以在无名看来他是失败的 布金云则是完全不一样 你年纪这么轻 经过多分的转折 你就可以悟出于剑23 不相伯仲的剑道 真是厚生可畏 弟子所悟的全新剑道 都是拜明所思 请师父为其命名 无名认为这种剑道并非世上原有的剑道 这世上就没有任何字可以配它 于是无名挥动剑指 在石壁上写出了一个奇特的文字 布金云看着文字陷入沉思 因为他竟然不认识这个字 这种剑道叫做霸 而布金云先前创出的剑法 也因此叫做三霸剑 画面一转 无名和布金云回到客栈 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得知无名收布金云为徒 剑城没有感到丝毫意外 当场恭喜起了布金云 反而是无名因为情霜的原因 不便亲自出手对付熊霸 又听说剑城使用离剑剑 试图离剑楚楚和布金云 因此决定带着剑城归隐山林 重新磨练剑城的星星 布金云则是动身赶往凌云窟 全力阻止熊霸夺取龙脉 与此同时 熊霸一行人在曹公公的带领下 进入了凌云窟深处 众人越是深入越感到酷热难耐 曹公公推测是因为火麒麟的原因 而要想夺得龙脉 就必须不火麒麟这一关 不知主公人 决心的话音刚落 火麒麟变猛地冲了出来 离火麒麟最近的曹公公躲闪不及 被火麒麟的血痕大口咬住 惨叫几声后领了盒饭 熊霸所谓的五分剑面领 正是身穿越火服的五位高手 是熊霸专门用来对付火麒麟的秘密武器 然而熊霸还是低估了火麒麟 火麒麟紧紧喷出一口烈火 便轻松解决了全副武装的武人 熊霸见状不敢大意 并且魅力用出了三元归一 竟是一击中伤了火麒麟 可见熊霸的功力当真是恐怖如斯 火麒麟起身逃往洞窟深处 聂风飞身来到熊霸面前 伸手射来一柄长柄大刀 杀气腾腾地追向了火麒麟 他要去哪里